228廉假期间 华林县警方为了杜绝酒后驾车 特别启动了酒驾专案 在重要路口增设临检站之外 也加强了区域内的巡逻任务 而警方也查获了一辆车牌被注销的可疑车 确认驾驶身份后发现 他不但是酒驾还是名通气犯 当场将他带回了警局侦办 好来 吉安警分局关华派出所远警 在海岸路执行巡逻请务时 发现一辆车牌已被注销的可疑车辆 立刻进行拦查 确认驾驶身份后发现 驾车的45岁送信男子 除了酒驾值超过法定标准 而且还是名通气犯 当场将他上扣带回警局 当场查获送信驾驶酒驾值超过法定标准 同时发现送男为非汽物清理法案通气犯 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罪 以重侦办 并将该男子弟解回案 我是 我是老师 年纪有了啦 我知道我知道 我老师看一下 怎么如 老师 0.90啊 然后呢 再跟你讲 你酒后驾车 酒后只0.90 是个高选罪啊 另外还有名退休老师 同样是酒后侥幸上路 在行进华联市国联二路 与国联三路口时 因为轿车没有开大灯行事 遭到华联分局逢川派出所巡逻远警栏查 发现该名驾驶上带有酒器 并坦承自己开车前有喝酒 经酒测后酒测值高达0.9 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 而华联分局也呼吁民众 在饮酒过后 可以搭乘机程车或找指定代驾 切勿自行开车 以保障自己和其他用路人安全 记者徐立琴 华联市报导 请多谢观看